Hello,大家好,我是金金小银,今天我们讲一下这款年文十足的一个红包的一个小边夹 这上面的三个金色的亮片预致着小前串子的感觉,然后下面点住了一些小亮片 让整体看起来更灵动一点 首先我们要准备两条2.5厘米乘以5.5厘米的长方形 另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两块2.5厘米乘以4厘米的长方形 准备好需要缝制的金线 金色和红色的亮片和米珠 闪闪的布用来包夹子 用来勾边的闪光胶 滚刀是用来裁布的 新手小白一定要注意这个滚刀是有一个开盒的一个开关 这个开关你每次使用完毕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合住 以免划伤手 通常羊毛布裁剪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个电板上的刻度 把它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像视频里面一样用尺子压住 我们看电板上的刻度2.5厘米宽 像这样我们裁切出来一整条 接下来看电板的刻度 我们裁出来我们想要的那几个尺寸 拿出2.5厘米乘以5.5厘米的长方形 我们在4厘米的位置做一个标记 这个部分1.5厘米 下面4厘米 我们把它对折 在中心点的位置用热小笔做一个标记 有一个小黑点就可以了 用剪刀这样斜着对角线剪掉 这样的两片剪好 放在一边备用 下面我们就要用到金线了 还是用刻度尺在边上画一条黑线 这个标记的黑线就是为了让我们缝金线的时候可以缝得直一点 下面就是穿针引线缝缝缝缝的节奏 所以这个地方我会特别特别的快进 好了快进到这里需要暂停一下 在这个位置我们需要留出一个空隙 因为我们的红包需要往下这样折一下 所以缝针的时候一定不要缝到最前面 要留一个空隙在这里 现在两个金线的边缘都缝好了 我们需要在这个的基础上给它做一点小装饰 也就是我们要缝一些亮片啊 珠子啊去点缀一下它 我们来缝这个前串子吧 前串子它需要有一个斜的角度 我们还是用热削笔要做一个标记在这里 缝的时候就沿着这一条黑色的直线去缝 就不会跑偏 这样这个寓意很好的前串子就缝好了 另外一片我们需要在它右下角的这个位置 缝几个零星的米珠和亮片 用来点缀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好看的一角就缝好了 把这个小红包上面尖尖的一角窝下来 用热绒胶把它粘上 羊毛布做好了以后 它的材质有一点偏软 所以它用单层是不可以的 我们这时候就要用到之前准备好的 4乘以2.5厘米的长方形 把它粘合在后面 稍微有一点点长 我们沿边缘剪掉 另一个也是同样的操作 这样两个就做好了 我们要用这个来包夹子 大概1乘以12厘米 这两个红包错开粘好 再把它们粘在夹子合适的位置 这款可爱的小红包边夹就做好了 Mon儿或是做了 在这个图屏的小红包放 这种图屏的小红包 就是用红包的小红包 如果我们能夹任 这种图屏的小红包 就像用白丝 对于不发达屏的小红包 是不是在这种图屏的图屏的